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啦 我是高潮 我是春波 下面第一个问题是 女友跟我爱的时候 每次说顶到很深 像是顶到子宫颈 后来有两次宫颈糊 除了女生个人卫生问题之外 是不是有可能是我插入造成的磨破 或者卫生问题呢 我蛮好奇的 男生知道了解宫颈糊 男生知不知道不知道 但我后来知道了 看我就知道 没有就是你听这名字 你会觉得挺吓人的 但是宫颈糊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生理现象 就是当你月经期来的时候 内部有一个皮肉这么往外翻 然后以前做检查的时候 看起来很像糜烂 然后误把他判断是一种病 但其实他不是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吓人 但他不是病 如果有医生 当然有可能诊断上 还会有这个名字 有医生说是这个东西需要治的话 那建议你换家医院 或者换个医生 当然就是这个男生的问题 也确实提醒到了一些人 爱爱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把你的鼎鼎洗干净 会造成磨破 会造成就是你阴道的一些感染的 这些是可能的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清洁再去爱 在影视剧里面趴钱洗个罩 是有道理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龟头得了慢性炎症 该怎么治疗 有点不好意思去医院 医院就是治病的地方 你不用不好意思 无论什么东西的慢性病 慢性病 你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后面反而会更痛苦 因为你想想看 假如你去走偏方 你走偏方成功 那还好 如果没成功 你最后还是要去医院 不如一开始就去医院 医生都是很专业的 不要想太多 这样的疾病一天后 他会看几百个啦 OK 下一个问题 最近去打了第一次的HPV疫苗 打三次大概要五到六个月 这期间能有性生活吗 能啊 假如你有计划要怀孕的话 你是不能打这个HPV疫苗 根据我们医生的解释是说 理论上来说 HPV疫苗不会对胚胎造成影响 但是为了谨慎 所以建议还是不要在怀孕期间 因为没有人会闲着没事拿孕妇去做这样的人体实验 目前说是没有太大影响 但不建议打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和男朋友在一起半年 他不喜欢用套 让我服用避孕药 我想问吃短孝避孕药会影响我减肥 为什么短孝避孕药会影响我减肥 会有这种传输啦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磁激素 然后大家会认为会发胖 这是前几代的 早些年可能六七十年代的短孝避孕药 会有的一个副作用 但是现在新型的已经没有这种副作用了 但是磁激素确实会造成发胖 是这一种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做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 眼病影响你减肥啊 就是我觉得这些男朋友 他不喜欢戴套 最后要女朋友去服短孝避孕药 没有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看 因为我觉得他把前面的很快带过了 他可能不太介意 他比较介意说 我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 那就是不会 现在的第五代、第四代的短孝避孕药 都不会影响你减肥 如果你们双方都还蛮喜欢不戴套的 那关系又比较稳定 不担心有性肠痕疯疾病的话 使用短孝避孕药还蛮靠谱的 OK 那本周的四个问题就回答完了 那还是一样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微信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都会回答你 那我们下一期内容再见 拜拜